我回老家发展那天 豪车开路 助理手机更是被直接打爆 都是唐城一些商人 争着抢卓想尽地主之意 给我和我的团队接风 原因只有一个 我不再是当年那个穷小子 有钱了 所以人人巴结 看够了这种嘴角 自然也不想理会 不过 当我在众多邀请中看到老婆的名字时 还是不由得一惊 就问助理 这个柳如嫣是哪家公司的 没想到助理把老丈人公司名字说了出来 晨光餐饮五年前的伤心事 涌上心头 五年前 我和柳如嫣结婚 因为我是送外卖的 遭到老丈人嫌弃 死活逼着柳如嫣跟我离婚 为了能让老丈人刮目相看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下海经商 我和老丈人约定了五年时间 让柳如嫣等我五年 五年后 我一定赚到足够的钱回来 让柳如嫣过风风光光的日子 如今我回来了 对线承默的时候到了 停车车刚停稳 我就忙不迭往院子里跑 老丈人住的是一间四合院 家里孩子多 平时都特别热闹 今天也不例外 进了院子 我就大喊了一声 爸 妈 我李川回来了 这五年我在外面 也算发展得不错 重新站在二老的面前 心里充满了底气 这一次 他们一定不会再嫌弃我了 然而 二老头来的目光里 都是陌生和距离感 李川 你怎么回来了 这话说的 这里是我的家 我当然要回来 我没仔细观察 二老表情有什么不对劲 看着坐在院子里的一个小丫头 激动叫了一声 李妮 小丫头看了我一眼 那就没错了 这个就是我李川的女儿 妮妮 我一兴奋就把她抱起来 甚至把她吓哭 别怕 我是爸爸小孩子哭得更严重 你不是我爸爸 我也不叫李妮 我姓公 二老心疼孩子 就从我手里把孩子抢了回去 粗手粗脚的 吓到孩子了 我心想这是搞错对象了吗 就问老丈人 我老婆孩子呢 我做梦都想见他们 不知为啥 老丈人脸上浮过一些内疚 而且还不敢跟我对视 这是咋了 这时 柳如烟从门口走进来 我一下就愣住了 真是岁月从不催美人 她居然还和以前一样年轻漂亮 身材也越发迷人 只不过是她的眼睛 变得有了几分忧郁 冷淡 一直在醒鼻涕的小丫头 一看到柳如烟就猛扑过去喊妈妈 然后指着我告状 说我是坏叔叔 乱给他改名字 他姓公 不姓李 我一下傻了 按理说都叫妈妈了 肯定是我女儿没错 年纪也差不多五岁 可谓啥姓公 不姓李 柳如烟似乎看出我的疑惑 就主动跟我说 这个小丫头确实是我的亲生女儿 根本不能理解 从法律角度我们还是合法夫妻 怎么可能说改嫁就改嫁 柳如烟再次站出来解释道 你走之后我们就报了人口失踪 超过一定时间婚姻就自动解除了 傻 我明明是下海经商 怎么就成了人口失踪 但看看老丈人那种愧疚的表情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你们故意的 故意在我离开后报人口失踪 然后静等婚姻解除 柳如烟承认了 家里没法让我跟一个穷光蛋归生 我也不想跟你继续过苦日子 对不起 原来这一直都是一个套路 柳如烟继续说 你不在的这些年一直是公园照顾我 她对孩子也很好 这五年孩子一直管她叫爸爸 希望你能理解 也希望你别影响我们生活 那我这五年算什么 我日思夜想和老婆孩子团聚 最后却是一个骗局 我接受不了 这时候岳父更是直接想赶我走 你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而且我们有孩子的抚养权 你从这里滚出去 柳如烟也补刀 公园一会儿就到了 我不想她看到误会 这时门口响起声音 妮妮 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 新书包 还是名牌 爸爸真好柳如烟一脸埋怨 一个书包还有名牌 你会把我们的女儿惯坏的 不贵 也就七千多 下一秒 她看到了我 脸上也浮现出大大的惊讶 李 川 然后就是夺人妻女的愧疚 没错 这一家人都愧对我 但他们却丝毫没有认错的打算 兄弟什么时候回来了 走 下管子 我给你接风 我一把弹开她的手 叫她别假惺惺的 我没她这样的兄弟 公园有些不悦 五年了 本事不知道 但脾气见长不少女儿看到我对公园动粗 就冲过来打我 别碰我爸爸 坏人 柳如烟更是一个巴掌摔在我脸上 然后心疼公园 老公你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 可到底谁是恶人 妻女帮着别人打自己 真是杀人诛心 李川 你给我老公道歉 不然这是没完 我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最后笑了 笑得像个傻子 若不这样 我生怕自己的眼泪会掉出来 公园对不起 我错了 祝你们二位白头偕老 长命百岁 然后我就要走 我感觉自己快控制不住情绪 等等公园叫住我 递了我一张名片 在外面不好混吧 有些人混一辈子 我混不出什么名堂 何况青年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公司地址 可以在我手底下找一份差事 到了公司以后 别公园公园了 有点规矩 见到我要叫老板 柳如烟就叫老板娘 我这张破嘴 是真说不过公园这种高材生 成功被喂了一把狗粮 她觉得还不够刺激我 又挽起柳如烟的手 晚上我有个酒会 你跟我一起去 吃完我们去洗桑拿 柳鸳鸯狱 过过二人世界 柳如烟娇羞的按了一声 我有些难受 买了两打啤酒 坐在酒店门口 喝到了大半夜 喝了有一会 一双小白鞋出现在眼前 抬头一看 正是柳如烟 李川 你坐地上干嘛 她眼睛里满满都是恶闲 我在这住 这 柳如烟目视我背后 这栋辉煌的五星级大酒店 还和以前一样 拍个合照 就以为自己是有钱人了 我苦笑 从她表情里看得出来 这间酒店很贵 只不过都是助理安排的 有多贵 我不知道 你呢 没跟公园甜蜜 这时候助理从酒店里走出来 看到我坐在脏兮兮的台阶上 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董事长 你怎么坐这 在他们眼里 我就应该高高在上 坐在最豪华的坐子上 这样 他们跟着我也有面子 但我这个人 可能闲散惯了 于是我从地上站了起来 刚想回一句什么 柳如烟就冲向助理 您就是董事长秘书吧 我叫柳如烟 是公园妻子 给董事长准备了一些当地的特产 助理立即愣住了 公园未婚妻 她知道我建立公司 回唐城 都是为了一个叫柳如烟的女人 因为听到这一句话 比我更震惊 助理便小心问了一句 您丈夫不是李川吗 柳如烟脸上闪过一抹自嘲感 我确实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让您见笑了听到这话 我又狠喝了一口啤酒 重新坐在脏兮兮的台阶上 一言不发 心里无比难受 助理也看懂了我 好歹跟了我那么多年 懂我心思 就说 不好意思 我们董事长不收礼这时候 不远处走来一个俏理女人 同样 手里拎着各种各样的礼物 看到柳如烟就阴阳怪气 哟 这不是我那个背叛丈夫 改嫁我爸的小后妈妈 干嘛 又不喜欢我爸了 想改嫁人家董事长 那你可就成三婚了 真可怕 我这才想起 公园有一个模特女儿 叫宫廷 她的这一番话 有点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柳如烟脸色当场就变了 我只是单纯送礼 没想那么多 你想多也没用啊 宫廷目光跳过柳如烟 把精心挑选的贵重礼物 提到助理面前 柳如烟立马道 人家董事长有规定 不收礼 我的都被拒了 我捏了捏一拉罐 带着一丝情绪 从台阶上站起来 规矩是死的 改改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一脚 重重把一拉罐踢开 助理瞄懂我的意思 就对宫廷道 好的 这位女士 我会把你的礼物 转交给我们董事长 然后又对宫廷露出一朵太阳花 宫廷也回了一朵太阳花 一位伸长说 你们董事长真是慧眼识人 知道什么人的礼物该收 什么人的不该收 说完话 宫廷又撇剑 踢开一拉罐的我 答案我问 你就是李川吧 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没发言 下一秒 宫廷继续到 在丈母娘家当牛坐马 任劳任怨 最后被扫地出门 还被老婆背叛是你爸 被人揭短 我脸色没那么好看 然而 宫廷却一把拽起我 这么好的男人 你老婆真是瞎了眼了 我宫廷从不利于熏心 我只看中人品 以后你就做我男朋友 把柳如烟立即跳出来反对 李川是你爸的兄弟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他配不上你的婷婷 你还知道他是我爸兄弟啊 那你为什么还和我爸在一起呢 宫廷一句话 就把柳如烟对得哑口无言 我也从中看出一件事 就是宫廷很不喜欢柳如烟这个后骂 见说不动 宫廷柳如烟就将一张冷脸瞄准我 李川 你是想报复我吗 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 离婷婷远点 本来我对柳如烟还有点感情 但这一刻 真的什么都没了 被玩我 柳如烟一副称职后妈的模样 继续对宫廷道 我现在已经入职荣生集团 是个部门经理 我还想着把你也安排进来 但你现在真的令我很失望 你爸爸跟我说过 你好像挺叛逆 高中就辍学了 你要多多努力 跟我一样考上名牌大学才行 我是再也忍不下去了 就亲口问助理 产品总监的职位是不是还空着呢 是的 我觉得宫廷小姐挺合适的 你觉得呢 助理瞄懂 是的 如果宫小姐愿意 以后就是我们的产品总监了 柳如烟愣住了 什么 助理没解释太多 二位没意见随时都可以来上班 因为刚租的写字楼 配套设施不全 需要跟普通员工在一起办公 当然 总监以上还是会有独立的办公区的 意思是说 他有独立办公区 我没有 柳如烟脸都变了 助理严肃道 如果您对我们的工作环境不太满意 可以拒绝 我们也不耽误 你继续找工作 不不 助理小哥哥 我现在是总监了对吧 那是不是得配个助理什么的 嗯 是的 助理点头 宫廷立马戳了我一眼 就他了 可以吗 助理看了看我 然后为难道 可 可以吧 毕竟我是一个公司的一把手 这属于是强制降维 宫廷兴奋到 宝贝 以后你就是我助理了 明天我爸邀请了荣升集团的老总 你跟我一起去 当着董事长面公布我们的恋情 然后他点起脚尖 在我脸上踹了一口 但我很明白他做这一切 只不过是因为公远给他找了一个小后骂 宫廷走后 柳如烟就迫不及待地走到我面前 李川 刚刚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一句话 宫廷就当上总监了 据我所知 荣升集团门槛极高 非研究生以上不能入职 还都是名牌大学 宫廷他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生都没毕业的人 李川你说实话 你和荣升是不是有关系 你在外面这五年 要说一点成绩没有也不可能算了 不如实话实说了 只是刚想开口 一辆阔气的名牌车停在酒店大门口 只见西装不离身的宫廷从车上下来 明表明昔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 成功人士的模样 就凭这点 我还真就不如他 如烟 明天还要跟荣升集团的人就餐 我来接你回家 然后就颇有敌意地看了我一眼 宫廷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 紧接着柳如烟就和宫廷耳语了一番 再紧接着 宫廷一拳就落到我鼻梁鼓上 连兄弟女色你都动 你真是个畜生 我一直憋在心里的怒气 也在这一刻被激发出来 兄弟媳妇你都碰你不是畜生吗 本来我没想过和宫廷有什么 但现在我决定了 你以后就是我老丈人 他 我指了一下柳如烟 他就是我丈母娘 妈 爸 我得去找宫廷了 洗个鸳鸯浴 过个二人世界啥的 争取早点让你二老抱孙子 说完我就走 宫廷在后面指着我气急败坏 咱们兄弟情谊到此结束 以后是敌人 你要敢动我女儿一根毛 我饶楼了你 我看了看 滴在手指上的穴道 那就动两根 三根也成 第二天 我准时赴宴 刚一进酒店大门 就撞进了宫廷 男朋友 你来了 我觉得是要把话说透了 毕竟我今天来是摊牌的 不然也对不起助理 给我准备的这一身名牌定制 于是我说 宫小姐 我今天来是办正事的 希望您别捣乱 宫廷却不由分说拽着我就往酒店包房里走 咱俩的事就是正式包房里 宫远正和柳如烟聊天 你请我农 一看到我进来 而且是和宫廷一起 脸上的喜庆镜一下就没了 宫廷主动拽了一把椅子 男朋友 大胆坐寄来之 则安之 我也没再多解释什么 顺势就坐下来 荣升董事长还没来吗 宫廷主动问 宫远眉头就像是被火撩了一样 宫廷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 那位董事长可是海外回来的大老板 你想干嘛 当然是当着董事长的面公开我们的关系吧 我男朋友睡过我小后妈 我爸又睡过我男朋友的前任 怕 宫远顾及面子 一记耳公落向宫廷 你要是继续胡闹 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柳如烷立即站起身原厂 宫远 婷婷还小 以后会明白 你消消火滚开 宫远手臂一挥 把柳如烷推倒在地上 这是我的家事 你没有资格管 柳如烷眼眶一下就红了 表情委屈 错愕 看来他并没有看头宫远这个人 但我比柳如烷更了解宫远 利益之上 只要是影响了他的利益 父母面前都能翻脸 如果柳如烷是现在才看懂 已经太晚了 宫远这一个巴掌得罪了两个女人 但后悔也来不及了 他这个人要面子 从不认错 李川 知道这酒店吃一顿饭多少钱吗 你和柳如烷在一起那几年 不是送快递 就是当服务生 别说这里 就是普通饭店都不敢进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平起平坐 出现在这里 我一言不发 看着公远发飙 同时也看向失魂落魄的柳如烷 这时候 门外有了动静 一个很有派头的中年男人 端着酒杯走了进来 李总你好 我在隔壁 看到您也在这就餐 特意过来敬你一杯酒 我抬头望了一眼 是我回唐城那年 想请我吃饭的老总之一 便起身客气进来两句 谢谢 谢谢 很快消息传开 说我在这里吃饭 很多人都跑过来敬酒 李总真是年轻有为 能跟你一个酒店吃饭 真是三生有幸 是啊 能跟你一起吃饭的 身价起码也有几千万了吧 说完几个人一起羡慕地看向公远 公远虽然有些实力 但还没有到身价几千万的程度 被看得险些要坐不住 几个人敬了酒以后 就陆续退场了 公远故意冷笑的两声 你以为买通两个人 叫你一声李总 就能获取我的尊重了吗 建议你活得真实点 我仍旧没有说话 默默看着坐回椅子上的柳如烟 没一会 柳如烟接起一个电话 为了一声 然后表情紧张 我女儿吃霸王餐 您搞错了吧 你别为难她 我现在就过去挂了电话 柳如烟就把气望的眼神 投到公远脸上 公远 得一龙老板说 咱们闺女吃霸王餐 你能陪我过去一下吗 我心里一揪 女儿吃霸王餐被扣留 公远眉头也跟着很皱了一下 寒沙摄影说 有其夫必有其女 不知道我今天有重要客人吗 公远 她可是你女儿 是谁的你比我清楚 公远是在挤兑我 但同时把柳如烟和妮子 也一起挤兑了 公远 你便了公远 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言语上的冲动 就扶着柳如烟肩膀说了一句 我是一时口误 我陪你去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我轻生骨肉 实在放心不下 就打了一辆出租车 跟了过去 同时给助理去了一个电话 带上钱 来德义龙出租车 很快停在德义龙门口 我前脚下车 后脚就听到里面的吵闹声 真没叫养 跑到我们后厨 吃了我们最贵的龙虾 家长怎么教育的 下一秒 我又听到公远嫌弃的声音 老板我需要跟您澄清一下 她不是我女儿 她妈是个二婚 我跟您保证 如果是我公远亲生的 一定做不出这种事 我又观察到柳如烟的表情 饱含懊悔 失望和羞愧 我还是那句话 她此刻才看清楚公远的为人 已经太晚了 不管怎么说 你们得赔钱 二十三万吧 公远当即傻眼 多 多少 老板重复 有金货账单的 不坑不骗 二十三万八公远直接甩锅 把李川叫来 让他赔与此同时 一辆辆阔气的名牌车 在人们惊叹与膜拜中 杀停在德义龙门口 车门一开 一身奢华西服的助理 在多名公司骨干的陪同下 微风凛凛地将一只脚踏向地面 啪 只是一个动作 就吸住了整条街的视线 人们很自觉地让开一条路 自叹不如 就连公远和柳如烟 也都投去羡慕的眼神 助理跟我眼神交流了一下后 就静止走进德义龙 公远看到是有钱有势的人 就想主动上前巴结一番 却被当场无视 诧异地看着一群公司骨干 恭敬站到妮子面前 你们几个把小姐的账结了 其中一名公司骨干 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美联储黑卡 德义龙老板表情瞬间凝重起来 你们管这小丫头叫小姐 德义龙老板脸上划过一丝后怕 柳如烟见过我的助理 便主动上前 你是荣生集团的吧 你为什么叫我女儿小姐 眼看助理就要讲出实情 公远拽了拽西装自恋上前 当然是因为人家董事长 跟我有合作关系 很显然他误读了助理的意思 然后他主动跟我助理客气道 没想到我女儿的这件事 居然惊动了荣生集团出面 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助理冷眼扫过公远道 跟你没关系 董事长这么做是为了柳小姐 和她的亲生骨肉公远连绿啊 柳如烟也猛了 你说什么 我女儿你们董事长的亲骨肉 有些话助理也不便多言 办完事就带着人离开了德义龙 留下目瞪口呆的两个人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 我也没必要再躲躲藏藏 就决定正面面对了 可前脚还没有迈入德义龙 里面就传出公远气脑的声音 你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孩子不是李川的 你和荣生集团老总有一腿 我一下又定在了原地 柳如烟慌张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看来 他们还没有看出 我就是荣生集团的董事长 但下一秒 公远就开怀地笑出声音 柳如烟 你可真是我公远的福星 有了你和荣生董事长的这层关系 我公远不愁合作不成功 公远你倒我是什么了 公远根本不考虑柳如烟的感受 眉飞色舞说了三个字 摇钱树 然后又补了句 既然你和人家董事长是就相识 那么找机会和人家叙叙旧吧 顺便帮我把合同谈下来 你让我和别的男人 叙旧 是什么意思 你懂的 我不懂 我也不想懂 公远不是人 公远有些被激怒 我不是人会养你跟那小夜中五年 柳如烟你欠我的 要么替我把合同谈下来 要么就把五年里 我花的每一分钱还回来 输完公远就往门口走来 看到我后 立马骗来一个大大的笔试 公远我们都输了 这女人不是什么好鸟 她大不留心离开 留下柳如烟 站在里面默默流泪 我最终还是没忍住心疼 递了个纸巾过去 却被柳如烟嫌弃甩开 看我笑话还轮不到你 我就是坐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 然后她就拽着妮子走了 不一会 助理重新走进德义龙 董事长 刚刚公先生打电话 想跟您重新约个见面时间 我想了想 就明天吧 让她到公司来 那就见一面吧 夜里 我接到宫廷电话 李川 能陪陪我吗 电话里我听出宫廷语气不对 并且还有很大的风声 就问她在哪 楼顶 楼顶吗 我意识到不妙 就问了宫廷具体位置 等我到的时候 就看到最熏熏的宫廷 坐在摩天大厦边缘 双脚腾空 十分危险 你来了 她回头中我微笑了一下 但那笑容格外阴沉 心事重重 我走到附近位置 向下瞄了眼 高得离谱 摔下去必死无疑 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 下来说 她却说 你上来 你上来我就下去 我不傻 万一她想不开 要自杀 临死前拉一个垫背的怎么办 你下不下来是你的事 我没工夫跟你胡扯 我想走 不料宫廷忽然站了起来 要不要赌一把 赌什么 赌咱俩谁先到一层 然后她就把脚踏出了一步 我一下就不敢多说话了 这姑娘的性格 跟她爹公远一样操蛋 你别动 我这就上来 我上去以后 宫廷就递了一瓶高道红酒给我 从我爸酒柜里偷出来的 一瓶好几万 我妈死后 爸管我管得严格 我没什么朋友 就想有个人跟我聊聊天 嗯 我摁得很勉强 毕竟这里高得令人眼韵 没意会 宫廷就主动控诉起公远的罪行 说她谈过很多男朋友 但每一次都被公远给搅黄了 不是因为人家父母是农民工 就是因为人家没能力 最近一次 她把我男朋友逼得跳楼 就在这里跳下去的 所以我恨她 难怪她要跑到这么高的电话 几秒钟后 她又说 我要报复公远 咱俩有共同的敌人 要合作 我忙着点头说是 公远那个人太他妈黑心了 脑子里只有利益 没有感情 这种人不受惩罚 天理不拢 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安抚宫廷情绪 我这个人不管何时何地 都不爱在别人背后论长论短 宫廷手搭在我肩上 我醉了 你 送我回酒店 听到这句话 我长松了口气 很快 我就安全把宫廷送到她所在的酒店 但她却不打算当我离开 门一锁 衣服一扯 然后说 来吧 我们一起报复公远 我没明白 问她 什么意思 她霸占你的妻子 你就霸占她女儿 公远这个人最在意的 就是她宝贝女儿的名节 我们一起毁了她最在乎的东西 我打量一番宫廷 别看公远这个人品行不咋地 生个女儿却是十分出众 一米六四 皮肤白皙 主要是二十出头非常年轻 但我不是公远 做不出那种吃窝边草的事 你喝多了 好好睡一觉 我给她盖好被子 把门一拉 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 公远柳如烟两个人 一前一后走进公司 看到我身着公司正装 公远满脸的嫌弃 我都听柳如烟说了 你现在是我女儿的助理 靠女人上位的男人 真可怜我保持微笑 毕竟是在公司里 我需要注意形象 进入公司 公远就有些故意刁难我 李川 我现在是你们公司的客户 让你给我倒一杯水 不过分吧 我在一群员工骨干的注视下 客客气气地给公远 倒了一杯热水 公总 您喝水 但这一杯水 却被宫廷抢了过去 不后以现任总监的口吻 回敬了公远的依据 想喝水 自己道 宫廷你是要跟爸爸做对到底吗 宫廷没理睬公远 挨一杯水 味道我嘴边 宝贝 昨晚你在酒店出了太多汗 需要多补水才行 我这一口水差点没枪出来 听完公远脸都清了 如果不是在公共区域 他一定会大发雷霆 柳如烟主动发言 婷婷 你太不懂事了 看把你爸爸气成什么样子 公远不分青红皂白 狠狠掐了柳如烟一把 低吼 我公远的女儿 还轮不到你教育 看到柳如烟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居然不觉得 有一丝一毫的心疼 这一切 都是他就由自取吧 然后公远就对我怒道 如果我今天不是来谈合作的 我能打死你这个出声 我笑了笑 希望你谈合作的时候 还能记得这句话 二十分钟后 我回了自己办公室 没意会门开了 听声音就知道 是公远和柳如烟进来了 但我故意背对着他们 不想那么快 让他们看清我的脸 董事长 公先生来了 助理说完就主动退了出去 屋子里很快就剩下我 公远和柳如烟三个人 老朋友重新见面 需要的就是安静 董事长幸会幸会 我是公远 这位 玻璃反光中 我看到公远指着柳如烟介绍 是我的合作伙伴 柳如烟 公远刻意撇清 和柳如烟之间的关系 柳如烟 我念出这个名字 笑了笑 我们可是就相识了 公远立马把话接了过去 我都听说了 柳小姐跟董事长您关系匪浅 咱们也算是亲上加亲 兄弟公司 是啊 两兄弟睡过同一个女人 可不是亲上加亲吗 公远一秒紧张起来 再次澄清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跟您说了什么 但您别误会 我和柳如烟什么关系都没有 只是合作伙伴 是吗 我脚下一用力 做一缓慢的转动 公远当时就愣住了 李川 你怎么会坐在这 我整理了一下西装 还不够明显吗 公远 我当时无法形容出 公远认清现实时的表情 但我能读懂柳如烟的表情 是一种包含着愧疚 后悔的复杂情绪 可即便如此 公远还在轻视我 李川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是上市集团的董事长这时候 助理走进来 李总 合同放这了 您过目公远一下成了哑巴 我拿起合同 简单看了两眼后丢进垃圾桶里 微笑道 真不好意思公远 我这人小心眼 你还是问问其他公司 愿不愿意跟你合作吧 川 你听我解释 我和柳如烟是误会 是他勾引我的 我早就看出这女人水性洋花 再给我一次机会 柳如烟一个亮呛 差点就坐在地上 很显然他也没有料到 公远是这种建立妄议 不守原则的人 更没想到 我这几年能白手起家 建立了一个大型上市集团 助理 宋客我实在看不下去 公远这种嘴脸了 很快 公远就被助理请了出去 但柳如烟被我留了下来 不看僧面看佛面 好歹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女儿 我给了她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二十万 算是我给女儿的抚养费 柳如烟惭愧低下头 呢喃了一句 李川 我们还有机会吗 我想请她看电影助理瞄懂 当着柳如烟的面 帮我和宫廷约定了时间 但事实上 我根本没什么看电影的心情 我只是在委婉地告诉柳如烟 有些路一旦走错 就没有办法再回头 有些人一旦错过 就是一辈子 转头 我就订了一张 去马尔大夫的机票 两天后 我站到了马尔大夫海边 本想安安静静地度个假 开始新的生活 结果又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人 说好约人家看电影 却自己不声不想跑到这里 还是你觉得 马尔大夫的电影院更浪漫 我惊讶地打了声招呼 宫小姐 好巧 不巧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说吧 怎么补偿我 是个男人都会懂宫廷的心意 但我们之间 确实有诸多不可逾越的隔阂 我和你爸可是仇人 宫廷不太高兴到 我一个女孩不远万里地追着你来了 一句话就想把我打发了 宫小姐 你想怎么样 反正我为了你 已经跟我八道翻了 你看着办吧 感情这是赖上我吗 宫廷年轻 漂亮 善良 但我却一直初心未改 人生在世 总有许多未知的可能 恩恩怨怨 又何必累积无辜之人 宫小姐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李川 李川 我叫宫廷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宫廷高兴地握住了我的手 再也不肯放开 全文完